而說到了共機共艦 我們看到國防部今天提出了最新的數據指出 從昨天上午六點到今天上午六點為止 就征獲了中國所派出的十架次軍機 還有四艘次的軍艦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兩架軍機進入台灣的西南空域 並且征獲了四枚中國空飄氣球 其中兩枚是飄越了台灣的本島上空 顯然中國的動作是越來越不掩飾了 賴小沛日前推出的競選影片 在路上是大獲好評 沒想到中共的官媒新華社 之一號的深夜是發表了一篇專文 居然是刻意將在路上三個字入標 寫到了從嚴至黨永遠在路上 用來宣揚習近平 而開文曝光之後 是立刻引來了外界的善效 對此綠營的青年發展部主任兼發言人 吳俊彥他就痛批說 中國的官媒這樣的引用 是意味著永遠不會換手開車 強調自己是獨裁的政體 根本是話虎不成反類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